这是一场发生在1700多年前的死亡事件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感人最黑暗的一次死亡 这一天要被刑刑的人是未尽当代民事吉康 这一天洛阳万人空巷 东市的刑场被挤得水泄不同 3000太学生联名上书 请求曹魏大将军 也是当时实际的执政者司马昭 能放了他们的精神偶像 让他去太学这个国家最高等学府 给他们教书 司马昭没有答应 吉康此刻被押上了刑场高台 他知道自己今天一定会死 他对人群里的哥哥说 我的琴拿来了 哥哥激喜最懂他的心意 连忙取出那把跟随吉康多年的骨气 吉康转头看向今天的主法官 他好像明白了吉康要做什么 竟然也没有阻止 挥挥手让刀副手退下 到边上等候 吉康拿着琴走到刑场正中 骚动的人群渐渐安静下来了 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都说吉康有一首传世名曲 逛林伞从不外传 看来今天他要在刑场上留下这首绝唱 第一个音响起 吉康的思绪一下子就被拉回到几十年以前 那个路开始的地方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乱世 吉康生存的那个年代 人户所存 十五一二 战争 瘟疫 干旱 中华民族在英雄辈出的三国时期 受到了几乎灭族的灾难 曹氏家族赶走了汉县帝 自己当了老大 几十年后相同的事情轮番上演 皇帝轮流坐 明年到我家 比他们更狠的司马家族 眼看着就要取代他们 天下明示 要么收鞭 要么杀 随时死亡 这个阴影就像一团乌云一样 笼罩在这个本颖阴暗的世界里 而活着的这些人 怎么办 吉康的祖上曾经随曹操一起打过天下 他的父亲是当时国家图书馆的管理员 他的哥哥是一个掌管着皇家宗族事务的官员 而他自己也娶了曹操的曾孙女 常乐亭主 光拜中散大夫 就是一个没啥正经职务的闲柴 如果放在以前 年纪轻轻的有这样的条件 那也是祖先赏饭吃了 但是恰恰在那个时候 曹氏政权 岌岌可危 司马家族如日中天 眼看就要取而代之了 吉康手上的一手王炸牌 没想到 却撑了他的雷 而他更大的一个雷就在于 他太有名 世人都带疯传 他有多么风姿超群 而见过他的人 无一不被蛰伏 是说信玉里描述他的身高 说他身长七尺八寸 大概有一米八八 风姿特秀 他的好朋友山涛说他 书页之为人也 炎炎若孤松之独立 其罪也 威蛾若玉山之江崩 禁书吉康传里说他虽然风度翩翩 但是不加修饰 完全天资自然 据说他在山上采药 冬天披着头发 夏天就用草鞭做衣裳 遇见他的侨夫 还以为遇到了神仙 倒头就摆 吉康不仅玉树临风 超凡脱俗 而且是在当时非常有名的 一个全能型的文人 他是继曹操之后的 又一位四言师大家 而且他还是当时的 著名的玄学家 他还是著名的音乐家 非常擅长弹古琴 他到现在 他的声无哀乐论 在中国音乐史上 还有着剧足轻重的地位 并且他还是一位画家 一位书法家 很可惜的是 我们现在已经 看不见他的书画作品 但是我们仍然能够 从文献当中 找到对于他书画的评价 在中国传世最早的一部 书论专辑法书要录里面 姬康的草书被评为第二 而王羲之是被评为第八 在这样一个 风姿超群才华卓越的名士 在当时备受年轻人的追捧 不过时局纷乱 司马家族的暴政 让他完全无异于公民 常常跑到山林里 隐居起来 以打铁雷声 司马昭掌权之后 当然想要拉拢姬康 于是他就派了自己的 一个心腹干将中会 前去拜访姬康 中会我相信读过三国志 或者是三国演义的人 一定都知道他 他也是名门望族之后 当时司马昭的心腹谋士 和邓爱一起合力灭水 他也是当时的名士 中会年轻的时候 也是姬康的小粉丝 他非常崇拜和仰慕姬康 一直都很想要结识他 有一次中会自己写了一篇文章 特别想要拿去给姬康点评 想要认识他 同时让他顺便给自己点个赞 但是呢 他内心又非常的惶恐和忐忑 他战战兢兢地跑到姬康的门口 徘徊良久之后 担心姬康看不上他 于是呢 就把这个文稿啊 就丢到姬康的这个院子里面 扭头就跑 而这一次 中会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 来拜会自己的偶像 也许是想给自己壮胆贴金 也许是想扬眉吐气 中会不止自己一个人来 他还带了一大帮当时的 京城的名流阔绍 骑着高头大马 穿着锦衣华服 然后呼啦啦的一群人 就来到了吉康打铁的那个树民 中会心想 这一次应该能刷个不错的存在感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中会一帮人干巴巴的站在哪里 看着吉康打铁 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了 光当光当的声音 吉康打铁打得如此专注 就好像从来没有看到中会一样 中会没有想到 第一次见偶像 得到的却是这一种羞怒 牛皮都已经吹出去了 可能这一帮名流阔绍 还等着自己来带他们 去和吉康合影留念发朋友圈 这下好 之前有多得意 之后呢就有多被嘲笑 中会脸上慢慢挂不住了 他准备反身上满要走 这个时候 吉康的声音响起 将军何所闻而来 何所见而去 中会恨恨地就回怼 闻所闻而来 见所见而去 从此粉转黑粉 黑粉的力量是非常可怕的 今天你让他高攀不起 明天他就可以把你制止此地 只差一个时机 而这个时机很快就来了 竹林七县里有个老大哥叫山涛 他跟吉康关系很好 他出来做官了 在升职之前呢 他向朝廷举荐 吉康来接替几原有的职位 那个时候 皇帝曹毛刚被杀不久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吉康把一枪怒火都诉诸于笔端 写下了那一封 流传千古的绝教书 过去你曾经告诉我叔叔 我不愿为官 我常说这是知己之言 但这一次听说您要我去接替职务 虽然没有去成 但我却知道 其实您并不了解我 为了表述自己与官场的不和 吉康甚至不惜自己接断 说自己一个月不洗脸 头发不痒就不洗 就算有尿也憋着不上 直到憋着肚子咕噜叫了 才愿意起身 一个大帅哥 丝毫没有偶像包 然后他紧接着说了 七不堪二不渴 就告诉世人 他自己为什么不能做官 因为他性格里面的每一处 和做官之后 要遵守的这种行为规范和准则 格格不入 他说自己 非汤舞而薄周孔 刚常计恶 遇事则罚 他常常要说一些责难 承汤周五王 轻视周公孔子的话 你要知道当时司马昭 所倡导的礼教 就是汤舞周孔那一套 但是那个时候 没有人敢说 即便是竹林七贤 另外一个精神领袖阮吉 司马昭要他出来做官的时候 他也只会大罪六十日 到最后实在躲不过去了 只能写一封劝禁表 但是姬康他写下了这一封 流传千苦的与山巨渊绝交书 就相当于像世人宣告了 我是与司马昭为敌的 那司马昭该怎么办呢 既然不听话 那就杀了吧 司马昭要对姬康下手 当时刚好有一个冤案 姬康被受到冤枉的朋友 名冤辩护 但是却也被抓到了牢里 钟慧趁机对司马昭说 你一直提倡着礼教 而姬康却屡屡泛进 他就像是一条卧龙一样的 你一定要先下手为强 姬康的下狱引起了全社会的震动 好几千名太学生为姬康请愿 甚至当时有一些豪杰明俊都喊着 要陪姬康一起坐牢 朝廷震惊 花了好大的力气才劝解安抚他们 并且把他们遣散 这个时候的姬康已经不再单纯只是读书人的偶像了 在那个万马齐音的年代里面 他的这种敢说真话 坚持自我 就像是给当时黑暗的社会撕开一道口子一样 让人们看见了仅有的光明 但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 民众的呼声让司马昭更加坚信了中会所说的 姬康是一条卧龙绝不能留 他最终决定 主杀姬康 广陵伞的琴音在琴场上回响 这是一个关于战国民事聂政刺汗的故事 有两个传说 一个说的是聂政为父报仇 自我毁容 潜入宫廷刺杀汗 一个说的是聂政为了回报之敌 刺杀寒相 事未知己者死 但不管哪个故事 都让广陵伞成为古琴名曲中 唯一一个具有杀伐之气的曲子 姬康看向人群 那个曾经把酒言欢的知己 那些未曾陪伴的亲人 这一次是真的演变 琴音从低沉开始走向西越 那位少年侠客就缓缓走来 厮杀 决斗 白刃 热血 大仇得报的他 一剑刺向心脏 一曲奏笔 姬康江琴一扔 最后说 广陵伞 于今绝矣 这一年 姬康三十九岁 又过了十几年 三分归尽 人们的生活渐渐归于平淡 有一天 都城洛阳 引起了一阵骚动 有一个人性冲冲的跑来找当时的大官司徒王荣 他说 你知道吗 我昨天看见了鸡少 他风度翩翩 着而不凡 就好像野鹤站立在鸡群一样 曾经的竹林七贤 已经历经世事的王荣 淡然一笑 悠悠地说 那是因为 你没见过他的父亲 我非常喜欢梁小生先生的一段话 他说 人不但无法选择家庭出身 更无法选择所处的时代 但无论这两点对人多么不利 人仍然有选择自己人性坐标的可能 哪怕选择余地很小很小 于是 后人会从史性文化中发现 即便在寒冬般的时代 竟也有人性温暖的存在 而那 正是社会终究要进步的希望